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二 台北股市跌91点 91点其实也没有很多 可是今天有大跌的股票 也有强势涨停的股票 所以重点还是看你压对还是压错 指数慢慢走 这是最好的状态 完全看个股的表现 不是台北股市 其实欧美股市也是一样 昨天台北股市是小涨 今天是小跌 礼拜五的时候美国是小跌 昨天美国是小涨 整个全球股市最近步调慢下来 大部分都是在震荡的格局 那台北股市今天最多跌107点 然后目前这位盘还没出来 大概是在91点的地方 这是好事啊 我是跟大家讲过 鸡手不要太快 鸡手要走太胸 行情一路走完啊 那就完完了 就没能算了 这样慢慢涨进一步退两步进两步退一步 慢慢震慢慢震 然后个股一直轮一直轮一直轮 大家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这是皆大欢喜啊 最好的一个结构啊 所以你不要把指数看得那么重 多了解个股的情况 你看今天虽然跌90几点 今天有真强的股票啊 今天很多人会讲这支股票 TPK 今天一开就涨停板 今天一定很多人都会讲这支股票 市场都是这样啊 没去都没人讲 然后一涨停 哇 全部都大家跳出来 他也有 他也有 都骗人的 之前都还没人讲 只有林田彦在讲而已 我TPK 一个月前就在买了 31块半 32块钱 34块9 34块钱 我们在一个月前就一直在布局TPK了 会员已经一直买一直买 在一个月前就一直买了 今天涨停板 直接跳涨停 我们从这里开始一路一路买起来 你们刚才都知道 我跟大家讲过嘛 最后一档 最后一档 最后一档特斯拉概念股 底部的 哇 特斯拉供应链 最后一档补账股 高着四块净值 在那三个几块而已 我在一个月前 每天都在讲这张图表了 一个月前每天我就在讲这张图表了 我们实际上会员一直在买一直在买 那我知道今天 平常没有人会讲中股票 今天一开涨停板 今天应该很多很多老师 都会讲这支股票 不意外啦 市场就是这样啦 台北股市的部分跟大家讲过 收敛到尾声呢 大型全支股比较弱 OTC比较强一直创高 所以完全看个股的表现 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你一定要有风险意识 所以 起床的不要再堆啊 我每天一直提醒你 继续找底部的股票买 你如果找不到底部的股票 找零二燕 我一概不追高 我每次股票都从低档开始带回买进 你们一直看我节目你们知道 追高风险大 指数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在追高 你看今天 东哥游艇一开 很快你跑都来不及考 开高很快没几分钟跌停了 你照这个维护照啦 所以养成买底部才会赚大钱 你追高永远都不可能的事情 你看 起来这里追 你说上去的 民伍也不知道来贪大钱 买这里买这里买这里 这个才是厉害的人嘛 对不对 到这里再去追就太慢了嘛 这太慢了嘛 所以我一概不追高 最近三月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你要注意到每一家公司的营运状况 你看台积电 我给大家看过 台积电业绩下滑 联电业绩下滑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你一定要有停损停力的机制保护自己 虽然台积电我们买得很便宜 我从370就开始一路做上来了 370一路走起来 虽然赚了40几% 保护措施一定要有嘛 我上个礼拜三 定内拜三 4月12号台积电 依照计划停力守518 跌破就出清 那当天破啦 破就破啦 破了就卖啦 都赚40几% 钱收回就好了嘛 对不对 就不用去再跟他硬赌下去嘛 有钱515 那把钱收回来 我们再找下一支底部的股票来做嘛 是不是 联电也是啊 你看我36块钱这么低 就开始带会议买了 我们每支股票都从底部开始做起的 我不会去追高 这样赚了快50% 停力点我让手这里 月光也是啊 月光我们从72块钱买的 党党都从底部开始买 会从底部开始买的 才会是长期的大赢家 那都赚50几%了 把自己保护好是应该的啊 所以说我日月光所停力在106 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 日月光跌破停力点106 持股全数获利出清 破就破了嘛 破就没掉就好了啊 贪过几几%钱收回来 林佳燕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们嘛 对不对 那同时间 当天川湖418卖出 川湖也是啊 拉上来前波高卖出 对不对 你看卖 今天剩多少 403 我上星期五买这个有水吗 上星期买这个有水吗 是不是这下来了 卖的待会更卖的 我们再来求就好了 旺序也是啊 拉上来我跟大家讲过 这支量这么大支吃没量 所以不用考虑先卖再说 143 143 今天剩多少 是不是138 量是不是没出来 量没出来 要洗这支头脑 所以没开 所以不用太多 媳妇会再说 你看卖的时候今天剩138 那我上星期卖 大会卖143 是不是很漂亮 百日买的143卖 一兆两万三 十兆就23万啊 有什么好客气呢 对不对 先卖再说了嘛 先卖再说了嘛 你看这两天最弱的股票 哪一档 这两天有蛮多 很弱的股票 联发科 被降目标价 昨天有够要求的 人家砍到620 昨天大跌 今天联发科 又来一根 又来一根 剩688 今天落20块 我们联发科 500几块就开始在 带给我们买了 从500多 500做到600 600做到700 快到800 我们在上礼拜一 4月10号 联发科 跌破743 全数获利卖出 我们从500多 做到600多 做到700多 防守机制要有嘛 亭利743 不对 败 都没掉 钱收回就好了 已经赚200几块 有什么 舍不得卖了 那你不卖的结果 你看这两天 我上礼拜卖的时候 有些会说 啊老师好可惜啊 卖完之后又涨到750 啊不卖就好了 啊后边这个要怎么 你预料到吗 这样一来一回 就差花枝去了 就差了这几块去 所以我带你进 任何股票我带你进 我一定会带你出 带你买任何股票 带进我都会带你出 你放心跟着我做 我只买底部的GEO股 业绩烂的 投机的 涨高的 我一概不会让你碰 啊一概不会让你碰 钱收回来 我们再找底部的股票 买就好了嘛 我们的股票 每个都是 对Double开始做的啊 你看总态 每天讲每天讲 已经讲一个月了 啊每天讲每天讲 我从开始买总态之后 从开始买总态之后 每天就跟大家讲总态 你有买的吗 你随时买随便买 闭着眼睛买 随便买都贪钱啦 随便买都赚钱啦 涨到49.9 对不对 随便买都赚钱 赚大钱低本益比 高配息高值利率 就是买这些股票嘛 对不对 不会下来的啦 不会下来的啦 今天又创新高50.4了 我们够开始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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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又是买他的底部 这买的股票啦 你如果有剖刀 有剖刀 你看另外一档 双红 对170 我们双红也是 要买起就开始买了 我不是 我没参照 吉他老师说 哦 去那里做了 还在堆 我们都是还没涨 就开始买 这样才能够赚大钱嘛 对不对 会买底部 你才能够轻松赚30% 50%嘛 每天都给大家看 你随时买随便买 跟着买 这样多少 一张十万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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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吃了 又去堆 就没意义了嘛 已经涨那么多了 涨了一百块钱了 国家就没效了嘛 沒關係 我又找底部的股票给你 我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找股票 你找不到找我 我都找不到 因为我投入比你多 你看金像店 三个月催你 研究报告送人的 3月2号在哪里 三个月催你在这里嘛 三个月催你在这里嘛 三日后又苦劳给你去 是不是从底部开始买上来的 脖子也是啊 3月9号送给你们的 3月9号在哪里 3月9号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的股票 没有人会说啦 又没有涨谁会讲 只有我会讲 只有我会买 苦劳给你拉起来 你看今天 脖子 我送你时候在这里哦 给你表里对不起了 给你表里一百六十五万 表里一百六十五万 我送的时候还在一百二 我送的时候在一百二 现在在一百六十五 一张四万块 十张就四十万了 所以你要在股票市场赚大钱 一定要像我这样 专找底部的股票买 而不是涨高之后 然后随着市场一窝蜂再抢 那都不贪钱啦 那个赚钱都是盈头小利 输都输整块钱 你看金元 是不是在底部 我是不是专门找这种底部的股票 这样才会赚大钱嘛 对不对 这样才会贪大钱 我买完之后 外资也跟着连买 也跟着连买 无人机 货选厂商 那个标案一开之后 我研究报告就送你了 我送哪一档 我不是送雷虎啦 雷虎业绩烂透了 公司赚不到钱 我送中光店 我送中光店 无人机我送中光店 当时还在五十四块钱而已 是不是又是底部的股票 是不是又是底部的股票 中光店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五十六 一路买上去 是不是又是从底部开始购的 是不是又是底部开始买的 冲出去 是不是从这里开始送的 是不是都从底部开始买的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去那吃来的你就不要再去堆了 吃又堆就贪不钱了 就太烦了 你如果有什么贪钱 林和彦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 你来找我做 我再找底部的股票给你 那你也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 单股周周发顾名思义 一个礼拜短线行情 每个礼拜一二买进 四五卖出 周周结算 周周领周薪 一个礼拜 方向尾买 搭配波段的操作 效果会更好 这要单股周周发 现在很多人在跟我单股周周发 你看上个礼拜 三月最后一周 我们是做新谱 是不是没有去 三月最后一周做新谱 礼拜一 二九五二九三买 二九七二九四买 三百买 到礼拜四三百二卖出 三百二卖出 是不是拜一买 拜四买 一张二万三 十张二三万 另外一档 真顶 也是三月最后一周 礼拜二 一一零买 一一一买 礼拜三 到了礼拜五一百一十五卖 到了礼拜五一百一十五卖 一百一十买 一百一十买 一百一十五卖 一张五千 十张五万 这个就是单股周周发 这个单股周周发 每个礼拜一二买进 礼拜四礼拜五卖出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行情跌我很高兴 因为正好单股周周发 可以减便宜 对不对 像今天这样跌下来九十几点 我很高兴的啊 正好单股周周发 买股票的时机 买六串 那明后天拉高 还贪钱啊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的操作 你看三月份 总共五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是礼拜一二买进 一二买进 四五卖出 总共操作下来五比 三十五点一趴 上个礼拜四月第一周 我们单股周周发是做 汉与伯德相行 刚突围开始进去 是不是喷出去 对单股周周发上个礼拜 汉与伯德三九点六三九五点五买进 到礼拜五三八点六卖出 三六点五买三八点六卖出 一张两千十张是有两万 5.7%也不错啊 上礼拜另外一档周周发的股票 中美金一百五十二买进 到礼拜五一百五十七 或者最后盘卖出 一五二买最后盘一五六卖出 四块一张四千 十张四万 只有单股周周发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假设一百万的话 你可以设定大概二十万三十万 跟我单股周周发的操作 但主要的部队 主要实力 我们还是摆在破断的操作 从底部找还没有涨的股票 尤其是赚大钱的公司 行情一发动给他时间 三十八五十八我们来谈 这样场馆搭效果觉得很好 任同我们这种做法的 你可以利用我们现在 一季的费用 一起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合作 广告中文符电话 记得很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中文符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等等 电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从底部开始买的 大家股票每个地方 大家都会贪大钱 你们每天看我的节目你们都知道 我都从底部开始推荐个股给大家 对 博字三个找到三个 三个找到在哪里在这 送完之后博字一路标 到今天还差点涨平板 我在这里送的 一张他还四万块对 金元也是 都是底部开始推荐的 无人机中光店也是底部开始推荐的 你要从底部开始买 你才有赚大钱的机会 否则一直追高 永远在帮人抬轿 那就没意义了 贪不大钱 那你也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的操作 每个礼拜一二买进 礼拜四礼拜五卖出 周周结算 周周领周薪 一把红下迷环嘛 对 搭配破断的操作 效果会更好 效果会更好 那涨到这里来 还有底部的股票吗 当然有 就看你 够不够投入嘛 你够投入 你就能够找得到嘛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 这应该没人讲 这应该一定没人讲的 来 我来讲 最近货柜报价已经连涨三个礼拜了 全球第二大马士机已经在标啊 而且实施库藏股 最近连标五天 光是这一个月已经涨了25%了 昨天马士机涨3.6% 昨天第四大的欧洲 德国的贺博罗特 大涨7.1% 从1月6号166欧元 到昨天329欧元 贺博罗特标了98% 我们长龙阳明都还没登当 我们长龙阳明都还没有动 我们都没登当 人已经标98%了 不是只有欧洲哦 日本三大海运股 川崎山井 跟游船 最近也飙了六十几% 那长龙阳明你说有机会吗 是不是还在底部 那有机会 那有机会 等你看到机会就慢了啦 你看人家外资 长龙已经连买六天了 买38000张了 阳明 外资也连买六天了 人是点点等一会吃 一直吃虚一直吃虚一直吃虚 那你只看到价格的涨跌 都没起了 起那万中 等到飙出去 你就还没付了 对不对 林财县是不是又在底部 还没有动的股票 已经找到这些蛛式马迹给你看了 尤其国际的海运股 已经开始飙翻天了 所以这个你就要注意嘛 这个要注意嘛 不是每天都在看那种 涨停板的大涨的股票 不是啦 你要在任何事情没发生之前 还在底部 你就要去找那些迹象 才有办法从底部开始出发卖嘛 不然每天都去对冠 要怎么会有大事 是不是 三月营收发布出来了 发布完了 要月增年增 同时手记要记 要比去年同期成长的 尤其股价还没涨的 有哪些你就要注意嘛 不一定现在已经开始涨 还没有涨的最好 你看环球经 创历史新高 这就要不去啊 要不去就要注意啊 中美经也不去啊 获利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啊 茂莲 三月营收不错 我们也是买底部的 我们从这个 240几号开始买起来的 你们都知道 可是公司办理现金增资 价钱一定顶太多 所以上星期跟我说了 啊 顶那么低 赤金没法做 我们是没话说 270九 我是不是又带你进带你出 今天是不是272 我们上星期看到现金增资定太低 279卖是不是很漂亮的 所以零和宴的反应 零和宴的经验 绝对足够 我会在第一时间 带大家进场 关键时刻带大家卖出 台办是不是也是底部开始带的 会买底部 就会赚大钱 那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你不卖 不甘买 就是这样 是不是更差 帝宝也很多人在跟我做 我不怕你跟 帝宝都买帝宝 让你赚大钱 让你赚大钱 带你进 我也会带你出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电动车有一百多家 你不要一直追高 找底部的 特斯拉概念股 最后一档补障股 净值高的四块 哪一支TPK 今天 全天下的老师都在讲TPK了 我一个月前 我们就开始在买了 上个礼拜还提醒你 要喷出去咯 上礼拜就拿衬 要喷出去 而且已经喷出去了 我也让你看过程了 今天TPK 二话不说 直接开涨停 今天二话不说 直接开涨停 我们已经30% 我们从底部买上来 已经30%了 净值91块钱 今天为什么会那么强 这很重要的 因为TPK 昨天已经证实 打入了 鲁米勒 鲁米勒是全球最大 光达的供应商 光达什么东西 你知道自动驾驶 你如果光是只用那个镜头 抓影像不准 一定要利用光达 才能够很准确抓到 周边所有景物 它的距离 而且随时计算 所以这是自动驾驶 最重要的一项东西 而且这家公司 是全球最大的 它全球跟50个厂商 50个车厂合作 TPK已经成为它 独家的供应商了 所以这支高票不得了啊 还有期党没时间讲 跟着联盐一起做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前线评估 令私负投资风险